我还能干啥 我已经就这样了 已经干不了商户了 差不多应该也差不多 快到点了 也不太清楚 看自己状态吧 状态好的话就打 状态不好的话 企业俱乐部找到有厉害的人的话 我应该就慢慢退了 很限制的这个事情是 没有人会一直留在赛场上的 在第二季百兽宣布挂牌之后 清风也到了一波粉丝 他说自己快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 如果队伍找到了更强的年轻中单 他可能也要慢慢淡出赛场了 清风这番话很伤感 但也很现实 第二季的五个人一起打了四年 始终都没有拿过冠军 不过他们进过两次总决赛 清风把五个人的信物都集齐了 也算是达成了一个小心愿 清风在KPL中路当中存在感不算很强 人气也不高 那是2018年选秀赢的最佳中路 初登赛场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后来GK从AG买来了老帅 但老帅愿意去打边路 也说明清风的实力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清风对待游戏确实很认真 最近他和孤颖进行了一场solo赛 在活动开始之前 他还特地在巅峰赛连续打了几把小桥保持手感 solo赛两人总共打了三局 最终清风2比1获胜 也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 清风一直是那种不声不响的选手 虽然GK始终没有拿过冠军 但有人说清风是队内的顶心 再加上两次进入了试冠总决赛 他这几年的个人收入还是不错的 再过一两个赛季 或许清风会逐渐淡出赛场 2018年登场的选手们胜的也不多了 KPL赛场很残酷 有人来就会有人走 也祝愿清风能在赛场上停留得更久吧 I'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